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irst share of today will talk about Venture into China Introducing the CEO of Denver NC Group, the 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AEA, the Asia Entrepreneur Alliance, Professor Dr. Tang Denver Tan Welcome to the CEO of Denver NC Group, the CEO of Denver NC Group, the CEO of Denver NC Group, the CEO of Denver NC Group.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know how many of you don't understand Mandarin? Ah, a few of our friends there. Okay, no worries. Personally, I will talk to you later. Okay, let me speak in Mandarin, but follow my PowerPoint in English. Okay,各位,我们今天讲一下, Venture into China,就是全境中国,我比较喜欢讲这个题目 在座位我们来研究一下,我用最快时间跟大家讲,有没有人去中国发展的? 好,几位哈,有没有没有去中国发展的? 好,谢谢,那没有几首是什么意思? Don't know where it's China. Okay, fine,各位,中国呢, thank you speaking. 你看我们都讲我们是中国人,其实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中国是one of the biggest city in the world,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我去中国15年了,这15年,从吃喝玩乐到后来开始生意 坦白讲,吃的也很多,从你看我年轻时都这么英尊萧少,到现在越来越肿,你说对吧? 各位,这都是吃的问题,吃的很厉害,不过这两年也比较好,中国吃的少一点 吃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也讲几个题目,讲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experience 当然,我说的东西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可以各位做一个参考 Alright, just for experience. 那我们来研究第一个问题,我刚才上讲的,我们为什么装中国? Why China? Ladies and gentlemen, can you tell me why we go to China? This is the fact, fine, why we go to China? 为什么要去中国呢? 马来西亚是 still the best, still okay, now we cannot say still the best, people will always say, maybe some other choice,还有很多选择 各位,我们为什么会去中国? 给一个答案,one answer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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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笼,多笼一下 市场很大,还不是我要的答案,还有没有?Why we go to China? Mr. Tan, why we go to China? Bank money. Yes, I like it. Another big applause. 各位,做生意人就是想赚钱嘛,你知道对不对? 在中国不是赚钱,是赚大钱,你知道吧? 各位,我常跟很多人讲,中国如果是要赚钱,在马来西亚是可以赚的 但是要赚大钱,你一定要去中国做,因为它有很大的市场 各位,这不如你不相信喔,以前我去中国的时候呢,人家卖一件睡衣五块钱 我说哪里能买这种衣服的?我在前门,北京前门看那五块钱,你知道吗? 我说衣服五块钱,睡衣喔,从头到尾的喔,我说这样便宜怎么做? 但是经过很多年以后我发现到,你看中国有13亿人口 13亿人口,50%的人没有什么钱,就已经多少亿的人了? 买那五块钱是很大的市场的,你知道吗? OK,50% 那么如果有20%的人是非常super rich的,买那个LV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20%多少人啊? 也是两三个亿人啊? 多少个马来西亚? 如果30%是medium size,像我们这样的标准的 30%大概有多少个亿啊? 四五个亿啊? 各位你看到吗?每一个level,每一个level都是这么大的 所以在中国你没有看过,卖最便宜吃的也很多人 卖很贵吃的也很多人,卖中等的也很多人 因为它有那个market啊? 在马来西亚可能就有不一样,可能就不一样 因为market大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像小弟这样,我卖咖啡,我本身喜欢喝咖啡 各位你知道吗?我在马来西亚卖咖啡从来没有卖一千箱的,你知道吧? 但在中国一千箱是一个customer,就这样眼睛里面有在跟我讲 one thousand cartons per month can or not? 我很怕的吧? 各位你知道我会很怕吗? 一千箱多少钱你知道吗? 只是一个公司罢了,那我还没有讲第二公司,第三个公司 它不是要买台乌的吗?因为它很大,对不对?它市场很大吧? 我还讲的只是一个广州而已哦,各位 我只是讲一个广州,只是讲一个中石油哦 中石油就好像patrolan这样的一个加盟店而已啊 我还没有讲别的什么bitis,patrolum,这些东西啊 各位这个market是非常的大,所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如果你想做生意,喜欢做生意,想赚很多的钱 中国是你第一个要去研究,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市场 every level 都很大,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这个我很喜欢讲的 它的这个fast expanding market是超乎你想象的 我15年前去中国的时候呢,我每一个月到两个月时间我都去 它的发展速度是超乎你的想象 超乎你的想象,今天你已经在中国找不到说有很乌路 知道什么叫乌路?很乌路的地方了 很难找得到的 全部都比我们,它的infrastructure都比我们强了 连它的infrastructure都比我们强了 连它的infrastructure都比我们强了 你知道对不对啊 喂,我们的啊,好像乌龟爬街的你知道吗 它的很快的,非常快的 各位,这个速度已经超过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中国的话 你千万要改变观念 中国人不是在穿那种老牙衣哦 我的很多个会长,上海的会长,成都的会长 他给我看那个照片,86年的时候 他还是穿那种中国的衣服 现在他穿的衣服比我更有水准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这边有没有人是卖哈斯巴币的 知道什么是哈斯巴币的吗? 那一天我去中国 我穿一件哈斯巴币的底线,这边买200多块了 不是很贵的 我的朋友跟我穿一模一样哈斯巴币,2000多块 人民币 一模一样,我说我们两个铁箱箱 因为我是股东,你知道吗? 我看这样,2000多块 哇,我说穿好远哦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懂了 但是那个店也是他的旗舰店 是不是跟马来西亚有关系,我是不知道 但是一样一样的logo哈 各位,所以我讲,我讲市场原因什么呢? 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 它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这样改变 短短30年的时间呢 从一个非常低,非常小 变到今天比我们还要进步的国家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年纪的吧 20岁、34岁 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过程的 That is a journey 像我们丁花有没有这样的 从开始临到一定有个过程 对不对?有经历很多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程 人之间这样的,你知道吗? 各位同意我讲这句话吗? 他没有中间,他直接一下就 所以他中间有很多东西是他不知道的 而这个中间很多他不知道的东西 是我们知道的 所以你常常会感觉到 哎呀,在那边好像很多机会 因为你知道,而他又没有做到 所以你就感觉到很多机会 并不是因为他价格很大 常常我去中国,中国他们没有这样做 如果这样做就更好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过程 对,这边没有中国朋友我可以这样讲 他没有那个过程他认为不需要 可是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 business opportunity Am I right?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你只要能够做一点就够了 不要想着我要做多大多大 你只能够抵抗到他一个过程 你就已经 OK 我在中国做进口食品 我也是抵抗一个过程 因为他们一开始在中间 现在食品位前很多问题 进口又找不到 我就在中间就好了 你说对吧 各位 讲到不大就不小了 一年如果回货几个亿也是不错的 是不是?各位是不是? 马来西亚找不到 你说对不对? 马来西亚做几个亿 做几百万你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容易做几千万? 各位 这不是我们看不起马来西亚 因为market不同 market不同 一个北京 一个马来西亚 one language 真正的 one nation 一个北京加上流动人口 三千多万人 马来西亚 你的小孩子 baby加下去 都不知道有没有三千万 各位 何时还讲同一种 你懂的话 马来西亚我还不会讲 I cannot speak in Indian 我不可以跟baby讲 You want to buy coffee? 对不对? 但是那个很大的市场 你知道吗? 而且他辐射程度很大了 这些人同来北京专制 又回去 你知道吧? 各位 这是中国的魅力 再来 所以我讲 在座各位 如果你已经到我这个阶段 30岁 40岁 50岁 已经经历过很多过程的时候 你用你在过去生意所学到的东西 再看回中国的话 你绝对会看到很多opportunity的 你不要去看人家 现在要做多大多大 你只要选他还没有做到就可以了 各位 这个是我个人见解 那当然 第三个我要讲 It's a growing trend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中国都一定是那个head of the engine 就是那个隐形车的话 全世界都在看他 你还不把他放在一回事 我只能够说 你不想要做太大咯 赚钱虽然不是说很重要 但是赚钱是很爽快的事情 对不对? 我没有说赚钱是很羞耻 还是什么 但是赚很多钱更开心 各位在座 对不对? 我从来不会嫌钱多 如果有人嫌钱多 可以跟我讲 但是我也不是瑞宾 在座各位 只是说我们做生意 赚钱本来是我们生理人 应该做的事情 赚多一点钱 证明你的能力 那更好吧 找到商机也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诶,各位这很重要 人家怎么想我们理不上 we cannot do anything 所以在座各位 我要讲 这个trend是很重要的 我去中国15年 前5年我是在吃喝玩乐 所谓吃喝玩乐 是因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主要是做政府相关的connection 我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 因为15年前我去的时候 我也没有多少钱 我也没有多少设定很大 只是因为我想去中国看看 5年后我开始发现很多机会 我想做的时候 我也没有很多钱 因为那时候动不动就讲多少钱 多少钱 对不对 那时候我还不懂做什么 叫市场破千金 你知道吗 什么叫市场破千金 没有钱找有钱的人合作 对不对 那时候没有什么 等到协会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 8年了 10年了 OK 其实错有错着 10 years ago 中国好像Cowboy City 对不对 10 years later 它不是什么Cowboy City 它是一个Revolved Open City 对不对 不要等到有一天 20年后你再去的时候 它好像今天的新加坡 或者今天的什么New York Sorry to say Malaysian I don't think you can make it there anymore 你比较难在那边有所发展 你知道你今天去上海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拿了500万出来 没有人看你在眼里 Am I like What is 5 million in Shanghai 你看到Fortune 5 全部在将海打 但是你拿500万去小一点地方 You are somebody That is one thing different Very big difference 所以在这儿 各位我们当然是量力而为 很多人讲中国每次讲大钱 其实不是中国打大钱 我们没有钱有没有钱的做法 对不对 有钱有钱的做法 各位真的 等下我跟你分享一下 没有钱在中国是多痛苦的事情 你知道吗 做生意 当你找一个朋友跟你股东的时候 他开口第一句话 头1000万你就在那边这样 怕头 对他来讲1000万是small matters 没有1000万怎么做 你都不好意思跟他讲 我没有1000万 对 因为他的费用很大的 来 再来 第二 我们讲的就是那个experience 这个我才喜欢讲 在这个global trend里面 我们的opportunity 刚才我已经说过 我们有很好的经验在之前 现在我们还有 再过一阵子子我就不敢说了 因为我们也是中国人只剩过来 We know a lot people They also learn a lot They still learning 他们是很快的 你知道吗 中国的朋友是很快的 如果你再卖一点的话 你的经验可能就用不上了 用不上 我不敢讲了 因为你会的他都会了 现在是你不会的 他好像还 你会的还不是很厉害 你还有一点机会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dynamic It's very important 所以我的总结就是 You can make it in China 你可以有机会在中国创造奇迹的 绝对是有能力的 我在很短的时间 我在今年成立了两三间公司 在那地方 我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东西在走着 但是 Make sure one thing You have a good start foundation 这是很重要 在中国毕竟不是我们的国家 China is not a country It's the country you are willing to make money there So you have to set up a very good foundation 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这样理解是这样 我是做training出身的 我也做贸易出身 贸易的朋友是hit and run 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短期出期 短期出期 快进快出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代啊 如果你要进入中国 用这个方式做的话呢 你是做不止久的 我take an example 讲Coffee 讲马来西亚三合一咖啡 在中国做得很好 很多人在这样讲 但是马来西亚大部分 I would say more than 80% 这个so-called coffee manufacturer of three-in-one 在中国都是属于hit and run hit and run 不是说不好 就是我给某某人 你卖怎么卖我不理你 这个对你一个公司来讲 你没有一个可以consistency 可以看到一个收入 如果你没有一个持续性的成长的收入 那不做也算 像我刚才跟Mr.Duck 他们在讲的东西 如果我只是去赚到一点钱 我就不干净不要去 我在马来西亚慢慢做也可以啊 我要去中国 我就想在那边做一个 because of the market 我要做一个比较大 比较持久 可以一直赚到钱 三年五年 哦 你们可以有利用啊 Am I right 各位在中国是可以 三年五年miki的 你知道吗 在马来西亚也可以 但是在中国三年五年不得了 我的一个好朋友 四川的 呃 一个女士 她的产品叫老干妈 听过吧 老干妈是一个那个吉利说 啥 一年八十一 sales turn over 大神意思 8 billion 赚十八千就好啦 但是 不是很贵的东西 没有上市 没有上市 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我做一样做fanchise 做那个convenience store 好像7-11这样的 买打火机 买什么东西都好 6 month developed 300 outlet 六个月三百个 outlet 平均一个 outlet 一个店 你算他多少钱 你是不是想要做他一万块 二十万的生意好不好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各位 那我再告诉你 第三个好朋友 在中部湖南湖北的地方 卖medicine medicine 药 Western 药 他跟我讲 我的药 我只赚几分钱 几分 不是很多 五到十个percent not even more than 10% 你知道他在一个湖南 湖南 province 一年十个亿 turn over 十个亿是1V 1V的10% also more than enough I'm talking only one state so called one state 各位 这就是一个 我常常跟很多人讲 这个是一个 你必须要look at that in serious look into it ok max 但是在这个地方做生意 都有一个risk的 都有一个风险的 没有说包赚钱的 就像我常常跟很多朋友 我们是媒婆 我们介绍人家 两个人兄台 两个人男情 男友 我没有抱他生小孩的 你说对吗 我介绍你们两个看 成不成我都没有办法保证 我怎么可以保证你生男的生女的 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介绍你去中国做生意 我也不可以保证你一定会成功 你说对不对 他是有风险的 什么风险呢 first of all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我们是一个different country we are China and Malaysia and others country is a very different country they think differently because there's an education background 他们的教育水平 教育的方式 跟我们教的东西是不同的 在中国是没有道德教育的 我对不起 我修正制 没有教教则教育 没有道德教育是错的 没有教 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好像也是没有教的 有吗 我好像没有看到 有吗小学有吗 地指挥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因为很久没有读小学的 以前我有读公民 有读道德教育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 ok i don't know whether you got civic 你是西亿啊 i don't know what you said so called what you said already ok 我要讲的是 因为教育的不同 所以想不同 所以我用我说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malaysia we know each other western country we know each other the way we communicate in business 我们跟商业上的沟通 我们明白的 我退一步 我们很清楚你想什么 你可能选我价钱贵 你可能选我什么 但是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各位你必须要有一个 是完全不同的想法对吗 am I right 我吃过很多亏啊 我曾经去卖过产品给很大的那种 detail chain store 好像shopping mall这样的 哇讲到兴奋美丽 那天下午讲了三天的谈判 ok 他把他说拿100万货 平均一个月我几高兴 这样晚上喝喝茶好不好 喝喝酒啦 ok喝酒 吃饭 那天晚上我才发现 我痛苦的开心 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吃饭喝酒 而是因为他重新跟我讲过价钱 因为他的观念是说 早上跟你是committed 我们要合作 晚上我们才来谈戏一点 现在你是我的兄弟 我们重新再谈过 Oh my goodness 我早上已经扣完给你了 Hello 我早上已经把所有的价钱扣了给你 还要跟我再谈一个价钱啊 所以从此以后我去中国了 我价钱都是分三层的 第一层先讲住先 第二层ok了 第三层还想怎样 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 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 有效有效 你永远不要一层 一层你包死的 一层款这样的 永远不要 ok这个是fixed price 你不会做生意的你 不行的 我给人家讲了很多次了 你都不会做生意的 我死鬼 你年轻过我理想 我不会做生意 各位这个是个经验 所以因为想法不同 处理方式不一样 处理方式不一样 改天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谈一下 中国的communication rate 有不同的方式 中国人讲话也是不一样 一层一句话很多意思 以前我不明白 现在我开始也明白 人家把球丢给我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跟Latin Esther 在讲话 Date Vincent要请我吃饭 要请我吃饭 我就问Latin你看可以吗 如果Latin不是他的什么人 普通人 Latin问我 你看咯 这就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叫我去解他 你知道吗 我还不懂我讲 这样不要紧咯 我就不要了 你还讲可以 我说我哪里知道你不要 你叫我看吗 我看我就ok咯 他讲不是这样 我叫你看就是你讲不要 这个很多不同的说法 所以我讲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If you want to go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Please change your channel Due the channel from TV tattoo to TV tiga or maybe to others channel 第二个 Different way of doing 这个也是很重要 各位做事方法不一样 签合业写合业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们这边可能做了一个事情以后 总之就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那个签单方式也好 写单方式也好 都完全不一样 这个有机会这样 因为这个可以讲个故事 你知道吗 经过有各种这么多年的吃喝玩乐以后 开始有理解 原来他们讲话是要这样子讲的 他们不是怪物了吗 你讲他是怪物 他讲你是怪物 你知道吗 各位 we are going there we are strangers for them we have to follow their way we are not asking them to follow our way 我们不是让他要跟我说 你们用国际接溃 他说你啥的 我在北京 任何一个地方 Airport 听到那种business consultant在播 你看到吗 Airport有没有放掉 你知道他们在交什么吗 你很想叫他下来给他一钱的 你知道吗 举一个例子 我听过一个顾问 在那个video里面讲 你去跟外国人讲 我们在内有多大多大的market 然后砍他价钱 你一分钱就叫他拿给你 他讲国情不同 你就去做做了你就发财了 这样子的consulting也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要弄强的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所以做事防身不同 再来第三个很重要 这边Different Country 这个是最重要 国情不同 绝对是不同的 一个国家的环境 社会环境 政治环境 跟国家环境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 像我们今年这次的活动 原来我们是在中国北京办 在中国办 但是这一年的事情 the new leadership so many things happen in China for your information government staff is not allowed to 5-star hotel government staff is not allowed to attain any 5-star dinner government staff is not allowed to state anything more than 300人民币 what kind of hotel is that that's why when the government give me a hotel i scared my hotel 给我一个300块的房子 我就吓死了 买了中国的300块的房子 不知道有没有 马来西亚的三星 你知道吗 那门有一点晚上我门开不去 就是上一次我去的时候 给我的房子 我门开不出去 晚上叫人家来 那个bell boy来的时候 你知道他叫我妈 老板你往后站 站远远去 站在那个窗口那边 我说这什么 哇 砰 什么门倒开了 门坏了他讲 你搬去隔壁住 明天我再来休旅 但是是政府情 以前政府情很好的 现在政府情不太好 你不可以怪他 他们的一个new leadership 跟new system 所以我们就把马来西亚的活动 把中国活动搬回来了 带着我请你们去中国参加活动 住三星期好不好 你一定骂的 What's happening to Denver 各位 sorry you don't know I lost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we wait first wait for the wind 等下风下 wait for the wind 各位 国情不同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呢 你是很难请得到领导人到台上来讲话 更不要谈拍照 非常非常困难 you never see any minister stand on the stage take photo together with you no such thing this is one of the way of doing you want to invite anybody also have many many protocol many many protocols if you my experience 我有过一个经验 我在一个很大的forum 像刚才你看到一个forum 我请一个地方上的领导来 一个mayor mayor 然后呢 我又internally involved到这个mayor里面的一些 一些权力的问题啊 就我那个event 因为有事情发生 没有人来 没有领导人来 你知道吗 没有领导人来 对 这个就是国情 他们是非常serious的有很多层层面面的关系 你要遭音到 所以中国的国情不同呢 大家去做生意的时候 当然你要 you have to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re 我只能够做两样东西 大多数马来西亚朋友 或者东南亚的朋友到中国发展呢 很多时候失败 有两个最主要原因 一个是自以为很懂 我遇到太多人跟我讲 I know very well I know China 我懂我懂 其实你是不懂的 你真的不懂 我敢挑战你 Am I right really 你真的不懂 你只去中国玩过几次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 你懂北京的Paris Yes I agree 你懂北京的Karroge 你还懂什么 you never interact 你没有跟他们交流过 你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你怎么知道中国的经商环境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懂 颜色一样不代表 全部都一样 再来 那个determination就是你的决心不够 要做生意 你就要想好要怎么做 你不要test market这样做 test market可以拿一小部分的产品 test market 但是你要做就去做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去test market 我们不管用叫做摩射头过河 这一招在中国是不行的 因为很吃亏的 摩射头过河就是一步一步走的 不大时候的 这个不当然的 要做你就要快速进展了 我送大家四个字叫快短薄平 什么字啊 fast 快 短 short 不是叫你short burn 快短 薄 平 不要去太深 不要去太 快短薄平 你就可以在快速的时间 当你稳住正脚以后 你才在cut 第一个不开始 会比较理想 不要怕提条件 像我跟我的股东合作 我的股东比我有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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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到我到我到零我都不知道 他跟我合作做生意的时候第一天就跟我讲 我说我们做一点小生意太子 他说good small business i like it 我说好那股 你看我们出多少钱 一人出一千万吗 他讲 一人一千万 马币五百万讲多不多 但我们讲五百万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生意 什么 business only 为什么 我算一下的确 一个店四十五千张旗 那个多少钱张旗 很多钱的人 全部钱起来很多钱 没有你要怎样做 然后一个工工 一个一个一个worker ok 在北京肯定要四千块钱 对不对 四千块你请不到人 market price yes 4000 Raming peak as a marketing staff you can employ somebody in Beijing but it's not good enough people may land the best you pay 8000 so my staff I pay 8000 no choice you get what I mean not this is what the difference people may run away in here and there 这个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要做你就接听去做 我的总结呢就是 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try to learn many as many as you can and learn the market 了解那个市场 不要 我们马来西人其实是可以做很多的 不要只想到做一点点 我们是有条件可以做多一点的 最后的一个部分 跟这个做多一点什么意思呢 take example 在座各位如果有做manufacturer 有做开工厂的 因为马来西亚 Asian的market the all的订单很小 所以你的budget跟你的costing 跟你的 你给人家的价格 都是based on那个东西 对不对 可是当有人给你的很大的budget的时候 很大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价钱肯定要下来 对不对 你不可以还是用你现在的价钱 给我一个很大的molume 这就是你没有get ready的china market 我给一个example你啊 我是global resources 我有500多种产品 卖到中国去 我见过很多manufacturer 有一个manufacturer 卖一个咖啡给我 market是卖16块钱 他卖我9块钱 我说9块钱你怎么卖 你怎么去中国卖 你告诉我 他讲你已经赚5块了 很好赚了 他讲 我说这个产品 不用做传过去 不用garten clearance 不用给头盘商 总代理商 不用给旗代理商 不用给分担商 他就看着我 这样你自己找商 他讲 各位这就是没有准备的manufacturer for information 马来西亚很多这样的人 太多了 没有安全没有准备 因为你想到 然后他就问我 oh you want better rate give me your volume 这个是一个很fanny的贵钱 give me your volume ok 5 million then you pay cash what kind of business concept is that that means you are not ready for the China market nobody ask you to you go and ask the China man how much you want you give me two containers I give you a reset bye bye 没有一个 还没有叫你放货 所以各位 好 这个是我刚才讲 他的risk 其实是在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看next next就是在中国的opportunity是什么 这个我要讲 有两个重要的关键 我要跟大家讲 if you want to venture into China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too thick first of all follow the government policy 在中国成功 只有跟着政策走才可以做 这跟马来西亚不一样 马来西亚 we have many many new policy but our people don't follow we do so we don't agree we don't agree we don't agree you can do anything in Malaysia but in China as long the government announce the policy you have no choice to follow if you don't follow I don't think you can make anything there 你如果没有 我们中国话叫做 跟着政策方向走 你就绝对没问题 等下我会跟你讲 现在中国最新的政策是什么 我不是government stop 但是我也做这个研究 公司的政策方向 如果那个direction对的话 你做起来就顺风顺水 这个很重要 next 跟着market走 这个很重要 除了跟政府的方向走 还有跟market走 market现在吹什么风 是很重要 我们不是跟风 你必须要怎么样跟market走 也是有点study的 take example 我刚才讲 imported food 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国的食品的 这个品质 危险安全 我们外国人都知道 中国人自己更知道 对吗 是不是这样讲 他更知道 他也想吃一些 他认为比较干净的 到现在为止 他认为 好像imported food 比较干净 我讲公道话了 事实上imported food 是不是完全干净 我还不敢保证 但是事实上 可能imported food 就会batter than local 对不对 就变成了一个market demand 这就是我来讲的 市场需求的意思 市场需求 这两个是我特别 要跟他讲的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you have to follow the government policy that's why malaysian people they don't follow what our cabinet discuss 我们没有跟我们政府 开会讲什么 我们不理他 对 可是在中国 他们是非常重视 政府讲什么 你知道政府每一天 讲什么东西 在什么新闻出现吗 各位 谁可以告诉我 anybody can tell me which TV channel is the number one you have to know 老大 这是那个吧 新闻联播 晚上七点钟 那一个 晚上七点多 新闻联播 这个就是 government的voice 最新的voice出来的 你一定要喊最 所以所有的 吃饭时间 中国人都是看电视 做生意 有看电视 因为那边有很多东西 要跟你讲 叫新闻分播 好像是七点 还是七点半 我忘记了 总之我每次吃饭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都看住了 大家都看住了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想跟着真正走 如果你不真的走 i do my way i do my way then you die your way don't blame others 不要怪别人 am i right ok talk about the hologram policy let me tell you the number one train in China number one train 你看到我讲 sure route 现在中国 习近平主席 现在一带 一带一路 就是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跟路上丝绸之路 对我是快速讲过 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从海边 从这个海边 福建 一直往东南亚过来 就是过去中国的丝绸之路 另外一条丝绸之路 是从新疆 往West 往Europe 去的 这两条路 中国政府投了很多很多的钱 去协助这周边的地方 build 他的infrastructure build 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如果你是在这方面有关系 或者这方面有想法的话 你follow这个的话 local government 是绝对会支持你的 这个叫一带一路 大的我们不行 在中间有很多东西可以发生的 很多东西可以发生的 一带一路 如果有机会详细了解 可以来找我 什么叫一带一路 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 你只要知道他要走这条路 而且 就像一个政府提出一个新的 我们以前的马哈迪讲2020 现在我们的N先生讲 Sato Malaysia 每一个老板出来都有一个口号 我们的C主席就是一带一路 这个是他 当老板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全世界佛罗尤其在采德 所有的政府全存动员 全部动员 好 第二个 一带一带一路 第一个说法叫 细绸之路 经济带 中文就这样讲 海上之路 叫做21世纪海上细绸之路 如果你管这种乡间的活动 也是很多东西算好 你做很多Event 跟这个说细绸之路有关系 我们大使馆就会support你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example Next 第二个最大的劝 你看到这个Internet Plus吗 各位我们都知道什么叫Internet 互联网对不对 中文叫互联网 现在都是普遍叫互联网 网就网络了 中国最新的字 你一定要学会叫做互联网家 对吧 这个字是现在是中座最top的economy字 互联网家 Internet Plus 也就是所有的行业都跟互联网扯上关系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Internet Plus Selling Internet Club Medicine Internet Club 这个是李克强总理讲的 而且这个是全中国现在最hot的topic 如果你的实力还不懂得用这个 那你就要想 什么叫互联网 例如我们的互联网的公司做medicine 互联网家就是你的medicine的product 跟这个internet弄起来 其实简单一点讲 就是e-commerce plus 有有有有有 business 这个互联网家是最新的 你在网上打这个是互联网家 遇到这东西给你看 这个是最hit的一个 name 第三个最hot的一个 name 我英文是翻译叫start your own business 叫做全民创业 全部的权 民族的名 创业 everybody start your own business 这个也是中国政府 very highlight 因为现在中国的economy growing很快 很多人失业你知道吗 很多人找不到生意 找不到工作做 因为他的工作环境 你知道为什么 像我现在在海南大学 我在经贸汉 经贸汉大 我是他的教授 我那间学校有八千个学生 每一年有两千个学生毕业 我那一间而已哦 我那一间有四间大学 有六万多人哦 每一年有多少人毕业啊 只是海南岛而已哦 我没有讲别的大学 全中国有超过一万间大学 各位 如果一间大学有两千到三千人毕业 每一年有多少new 多少新的毕业生要出来啊 这个是一个very big issue every year so many people for more than 10,000 university in China not including worker channel 或者是什么中专 secondary school that is not including yet you tell me how much how many people work less 找不到工作做 哪有这么多公司 可以马上开公司啊 my company is only can embrate maybe 10 you want me to embrate 100 I don't think I can embrate for it 所以在中国 这是一个特点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全民创业是一个方向来的 如果你的生意 可以让人家帮你打江山 那你就急 你赶快去 赶快找一个方法去 我 是一个wechat的lover 我喜欢用微信的 中国人 wechat 为什么呢 我去一个大学程讲课 我通常去大学讲课 是讲一个下午两个小时 然后我就没有事情做了 晚上跟校长吃个饭 晚上我就在我的大学里面睡觉 但是我又很不甘寂寞 我想要出去总结 所以我就看一下 单单在这个wechat里面 多少人做freelancer做part time 从面墨 卖到红酒 卖到打火机 卖到香蕴 anything you name it people sell of course you have to follow the way let's say China is not allowed direct selling you have to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you don't simply go into 例如马来西亚 we talk about direct selling multi-level marketing is considered legal in Malaysia 对不对 直销传销合法 在中国直销也是合法 但是你讲传销 他你讲是老鼠会骗人 所以那个字你也不要用错 用错了你就很惨 对不对 传销传销在中国的理解不同 就是有一班人把一班人 收在一个屋子里面 他们就不不不不不不 这个叫传销 跟我们理解传销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传销好像MV这样 对不对 他的传销的想法就是 找一班人丢在一个屋子里面 锁住他 然后逼他去卖东西 逼他叫家里骗他来 那个是不同的想法 所以 Wording is different in China as well 用法不同 OK 这三个是 the three direction let's say if you're willing to go to China try to think in this few way of doing OK Next I'm going to follow the next topic I try to do the highlight 我为大家整理一下 这个也不是我整理的 这个是我根据什么整理呢 我根据 中国理科长总理的送费报告做整理的 我没有这样伟大 我照他的方式来研究就好 他是伟人的 他是经济学 OK 中国现在最有看紧的 如果你是做这个相关生意的话 第一个smart city 中文叫智慧城市 As long as anything related with smart city That is a big opportunity and th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s well You know how big is the size The investment going to be 4,000 billion 中文叫做多少 4万亿 这个不是我讲的 中国工信部做的预算 这个market share将会是4万亿人民币 4万亿 in English 所谓4,000 所以这个market知道 智慧城市 smart city you know anything intelligent 都可以的 来 next 物联网 internet and network 这个物联网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infrastructure all kind of infrastructure for internet or network As I mentioned internet is growing very fast all kind of networking all kind of infrastructure is very good demand and well responded you can link anything all kind of things the one is quite pro 很专业的一个东西 里面包括什么东西 提升宽庭的速度 物流的快递 等等 这些型的网络基础建设 在2010 我给大家一个figure 在2020年的设备数量 加上smartphone 跟我们的iPad 他们的增长率 将会达到300个亿 然后根据中心部的发布 物联网公司 凡是应用这种公司的 turnover is going to be 3090亿 随从还以service industry为主 390亿 309个million 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模拟 next 第三个 health industry health industry讲的是city senior citizen 中国的senior citizen 现在已经是212 million 到2050年的时候呢 anytime go to 480 million and these people are support by the government they have a retire fund 他们有退休金你知道吗 各位政府工业下来以后呢 能够保存他80到100的钱 他是有钱的你知道吗 你的senior citizen 可以请他吃很多很多东西 all kind of senior citizen people need people to take care 所以在中国的养老中心也算很厉害的 政府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啊 最后我没有做成啊 政府给我一个project 这种快递全部给你 你帮我建两栋楼 给多少个老人 maybe给你租金是没有赚钱的 但是我赚到是后面那一大块地哦 你没有讲意思吧 做给他 有人看这个养老中心 因为现在中国的养老是一个问题的嘛 各位 你看到他的小孩子是golden market 哇 one pair of father and mother one pair of garden and mother one pair of garden and mother 主父母 one pair of外婆外公对不对 哇 16个人照顾一个小孩对不对 改天这个小孩照六个人 你知道吗 the valley回来讲啊 道者回来讲啊 如果我有16个人照顾我啊 改天他们六个人都是我照顾的 我跟我老婆一起照顾 所以现在中国开松一点 凡是单身的全部剩多一个 现在才开动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讲你跟着政策找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剩多一个 奶粉就卖得更好 对吧 各种产品就卖得更好 ok 来这个大健康产业 我们中文叫大健康产业 就是senior citizen 目前啊 to now 到今天为止呢 根据中国的一个调查显示 凡是for senior citizen 的产品呢 没有到一千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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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到 ok 第五个就是new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nergy 这个看 if you do this kind of research also good just happen 上个星过前两天啊 北京就封城爆 哇封城爆 他封城爆很厉害的你知道吗 风沙滚滚好像龙门客栈这样 有一个笑话不知道你有听过没有啊 风沙滚滚的时候有个记者去跑去问 哎呦 呃 呃 呃大妈大妈就是auntie啊 你觉得这个身体你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你叫错人的我不是大妈 我是大叔 you get what i mean because you cannot see whether it's a woman or gentleman 对 北京封城爆 如果你有一套方式做这类型的什么recycle water treatment anything 我认 马来西亚有一间上市公司在中国做污水处理啊 只是在中国做污水 在马来西亚没有什么生意我不讲名字了哈 他的那个share value都很不错的 他只是呃好像我们in out water 好像in out water这样 各位我在唐山 我唐山在那里唐山是两个小时从北 从北京往北部去的唐山有一座很漂亮的山 叫做凤凰山 Phanis mountain 多么漂亮我告诉你啊 可是我告诉你啊 这个山只有五年的历史罢了啊 因为五年前它是一个很大的拉斯厂 很大很大的拉斯厂 但是那边的现在的high rise的那个房子卖得多好啊 因为有人出钱把那个拉斯山做成一个很美的bukit inda bukit jalea 他被彤子全部起来 这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意思啊 好下来 high speed train 这个跟我们没有很直接关系 但是 high speed train是中国现在是很厉害的 他全世界马来西亚现在第一条他也想来 但是不知道说不成啊 我好像听说是不成啊 听说报纸讲啊 不是我讲啊 好像是不成 不过high speed train是一个非常大的声音 各位有做过high speed train吗 高铁 日本的子弹火车你是做过啦 中国的这个火这个火车啊其实也是很好咯 我在中国的火车那个不是普通火车哈 high speed train啊 那个那个那个咖啡我叫一杯满满哦 他车跑到没有地处而已一定有 都平稳了一滴都没有出来 真的哦很宽敞的 如果你六个人坐还把前面一直转过来两个人对面看 ok 二号位也不过百多块 一号位也不过是百多百多块对不对 很舒服啊 然后再下去就是啊 archiculture 这个archiculture new model of archiculture please don't do anything less than that take example like now because of many pollution problems they are looking at organic as long as you present new kind of an archiculture 你说这新模式 所有新模式都是经过改良改 就像我刚才跟一个朋友讲啊 那个help food 健康食品啊 他问我健康食品 我说健康食品呢 take example like 什么东哥阿里 或什么你去中国 他是不可以 但是你可以在中国有个新字叫 新颜料 新颜料 什么叫新颜料 我也很喜欢这种字啊 就那个东西变一个 就是变新颜料了 把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do something new this is what I mean 但是如果你在中国是种农业 你也是发财办到不清不楚啊 你可以种很多苹果 很多蔬菜啊 不得了啊 如果你在北京的附近种啊 更多人会买 你说对不对啊 我呢是不喜欢去农家乐 你知道什么农家乐吗 去kampong village 喂蚊子我是不喜欢啊 但中国人喜欢 喜欢去买一大堆这个东西 不会 这很好玩的一个生意 来 entertainment 这个 Please don't get misunderstanding this is not karaoke not i club It's no longer anymore in China very difficult to find I love to sing 我很喜欢唱 karaoke的 我以前常常去的 但是中国很少的 你知道吗 非常少哦 而且去到很不安心 你知道对不对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紧张啊 很多问题 所以现在中国的 Night life啊 basically 差不多好干净哦 Mr.Ability是吧 你看他 他还是在唱歌 我很喜欢唱歌 对 但是在中国现在所有的 夜生活 不管是正规不正规啊 几乎在 几年前开始啊 就已经销身灭迹到很厉害 你别看我们讲的是生意啊 因为这个生意下来哦 多少人involved 你知道吗 Karroke 多少人是倒酒的 多少人是wetches 多少人是这个的 做宵夜的做taxi driver的什么的 全部一片倒的 所以现在晚上在中国 你基本上找不到 你在北京晚上啊 你要找一个像样一点的地方 你都很难找啦 非常难找相信我 我不非常熟悉北京的 我一个月去一趟 很难找的 不太容易找 而且很麻烦啊 很不要麻烦 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私利的 或者是有一点能量的社会人士 社会的企业家 都不太愿意去多多事情啊 很多事情 不是黑社会的问题哦 是很不方便 OK 这个也是跟new leadership有关系 新的领导人上台有关系的 所以各位女士们 不用再担心你的先生啊 你的好朋友去中国了 不用担心 以前我去中国的时候呢 我的太太啊 楼下那个 楼下那个 台店的跟我讲 你不怕你中国人 你先生去中国啊 会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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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哦 常常有人这样子讲哦 现在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了 虽然也是有啦 但是is only underground don't know where is it early 好 我讲的娱乐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讲真一点 这个东西呢 第一个有两个 第一个内容加平台的传媒 如果你是做media 你是你的content 你的content 跟你的platform 如果你是有content跟platform式的media呢 你是有很大机会 就像小弟的global CEO一样 我在那边我可以做国际台 这个这个这个 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纯粹只是卖广告 当然不行啊 这个是叫传媒 另外一个 这个跟media有关系 这个绝对跟他有关系 这个就是所有的什么 什么movie啦 apps啦 mobile的东西 这个也是中文number one 我那一种 我已经没有再找旅行事了 我所有的飞机票 酒店 taxi 全部是一个手机做到完了 在台西亚我还做不到 我要从北京赛特酒店去机场 我上一个 那什么打打地 五分钟有超过 500辆车 那些message 十分钟他来 马上来我就不用去路上找车 以前我还不懂 还去路上找车 这个是example 而这个公司啊很厉害哦 这个叫Dudu打车 DT打车 DT打车 这个app我告诉你 他什么情形啊 这个DT打车呢 推出市场 是今年的事情啊 去年中 去年中文事情啊 free for all taxi driver 用手 视频连锁店 他做修指甲的 你知道吗 叫做什么 三个字 什么狐狸啊 我想不起啊 是海狐狸 还是大狐狸啊 六个月啊 他的business model是什么呢 你打电话来 我就派小姐去帮你修指甲 像是simple business concept six month time 六个月时间 他融资 两百多个 五百 我想一下 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六个月时间罢了啊 他就已经拿到两千多万了 so called venture capital of investment 各位 说simple 打电话你来帮我修脚啊 修手指罢了 你知道吗 这样的比是我们的 我打电话帮你 债你去上班好不好 各位 这就是app 现在中国最流行的app 还包括微店 像我的公司 我在中国我也是用app走的 你也不用再麻烦了 你给我几百块钱 你就做我的app 那么我的店我帮你开完 你买东西 钱进我户口 钱进account我东西 我就送货给你 给你钱 你就不用团导 你不用来看到我的 去我的店拿货就好 各位这个就是app 这个也是政府认证的 最后我特别要highlight 是叫做food industry 这个虽然没有在八大highlight里面 但是这个生意 你不要reskill 这个生意是中国 以名义思维吃很重要 as long food imported food that is the market I don't want to go furthermore anymore Let me tell you what is the price on that next what is the China imported food looks like according to the China Food Industry Association 食品流通协会 中国最大的食品集会 2006年 2006的imported food product to China it comes to 35 billion 各位 他在这个 2016年 350.8亿 and 2012 2012年 the sales volume is got up to 90 billion according to custom not me China custom look at the look at the the growing not including what mayo pao gua and the ground this is officially important not including those who don't know where they come from highway from submarine the one we not inside next you see 2018 expected comes to 480 billion how many years this is that 哪里还有几年 各位 480 billion is not including my sales volume yet if my volume there is there i am also part of it and many others are welcome 各位 this is China market i know it very well 我这个比较熟悉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食品 Ok 然后 next Imported food product a little bit more extra on that 它主要的consumer是它的high income earner middle level young man and so called gift market 作为礼品市场 作为礼品市场 然后再来就是one to four 刚才我讲的a kid father mother four grand father and my mother 各位 as long as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in medicine is good 因为我看到很多外药朋友 听过以前的产品叫脑白晶吗 各位脑白晶是一个姓死的先生创办的一个生意 里面只有几种产品是帮忙脑的 那个有一点像我们讲的脑不要硬化 给血管的给脂肪的四种产品在里面 它在一年里面一个上海就创造 六月前创一个亿啊 脑白晶创造了中国的记录 他是用礼品把几样东西packing起来 要送你送脑白晶 哇这个广告师多不爽啊 哪个那个爸爸妈妈要送你 就好像我们这样 要送你送宜人生的 送送什么东西送给他 就差不多这样的concept 送什么一桶金啊 各位 哎呀 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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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婿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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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媳妇回家 不能送什么的你知道吗 胡从表到给钱又给的很不爽 送东西好看点嘛 各位礼品市场是一个 你绝对不可以服事 不管你是卖什么产品 包括我们的食品我们也是在做 不要讲药品哦 不要讲其他东西 啊 买一送一啊 买 中国最流行的是买一送五 还是买五送一啊 对不起 买五送一 马来西亚是买一送二哈 中国是买五送一 为什么你没有买五送一 所以我在咱俩会马上把它改成买五送一 所以 好 next 我就要讲完了的 key to success 各位想到中国大陆说啊 a unique and profitable new business model is a must 这是一个很重要 你必须要给一个你自己生意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不过我刚才跟你讲了几个条件 你可以做adjustment 你可以做adjustment 这很重要 现在讲的是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传统的卖东西的方式是很有压力的 非常有压力的 你放货给我 我压你的钱 我压来压去 大家都压到这家死掉 对不对 你要我一块 我要你两块 压到最后还有什么钱赚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啊 我做一个食品在一个店的时候 他说四十五天这样起 你ok fine 那四十五天这样起 弄到七十天八十天 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啊 一单一单收 哇哟 然后又要包送货 等一下又要下多少 你要多少percent留下来给我 哇这些都是传统的做法 传统的做法 我们不是本地人 我们很难跟他玩的 很难做的 你理解我讲个意思吧 既然我们是外国人 我们就用外国人的advantage 我就用外国方式跟你讲 但是你要想一些 跟他的原来不同 如果你跟他的方式走 除非你下面开场 你去开场可以了 所以我的建议给大家 如果你在中国要做的话 小的profit的公司 你不要去做了 你如果你的生意的profit很小的 不要浪费时间 让local people做 你要做就做 你要profit 就是medium above 你不够的啦 除非你真的去那边 落地生根 可以啦 不然你会浪费很多时间 像我如果做咖啡 我的咖啡是拿来炸 我是拿来炸 你知道吗 因为我很多产品 我拿来你要比咖啡 我跟你比啦 来啦 我赚了一块钱也好 赚五毛钱也好 我就上了 我也是对各位做 有些产品拿来炸的话 是广告吧 没有赔就好了吗 你说对不对啊 我费的专利 洗脸免费 休止价要钱可以吗 可以的嘛 但我一直跟你讲 我咖啡道歉 讲到半条命 你说对不对啊 免费 没有免费啦 我没有做免费的 这免费我已经不顶了 ok 然后再下去 在这个情形呢 第二个 product quality and reasonable selling price 这个很重要 再说 必须要tune一下你的头脑 不要认为中国是进口货 就可以卖贵 就不是这个时代 以前是 现在不是 以前呢 as long it's important product oh I take how much I don't care not this time this time the people call great foo 比你还会算 你如果卖一个500ml的什么东西 你也在卖一个1L的话呢 他会把你的1L除以每一个ml来给你算 是多少钱 我有一个洗结晶的朋友跟我去做展览会 有大罐小罐对吗 小罐一定是比较便宜一点对不对 大罐比较便宜一点对不对 小罐贵一点对不对 那auntie来到把它除一下 用最便宜价钱把它全部买掉 他问我可以卖吗 我说你要带回家吗 他说不要我叫卖掉他算了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算法 我说你不用管怎么算 你要不要赔本就好了 你设定吧 各位 来 recentage selling quality是很重要的 中国的海关是全世界最严谨的海关 他对每一种产品都要求特别高的 不管是什么产品 okay providing career opportunity 刚才我讲的 如果你的生意可以提供一些生意的机会 yes it's good enough for that last I'm talking about GIP store 像我用我们的公司做一个标准 我在中国我做 GIP stands for global imported premium products GIP store retail chain store GIP store retail chain 我们是做进口食品加盟店 你看我做一个example给你看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生意在那边不是做 我们是批发商 我们是进口商 我们是总代理 我们也是零售商 我们也是批发商 对不对 但是我在中国我这些都不是我的生意 我的生意叫做 cross border e-commerce plus 跟财信 中文叫跨境电商 加连锁加专营 这个是第三个字我要教你的 用教你是对的 中国现在最top的名字叫做跨境电商 互联网家里面出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跨 跨过去的跨 环境的近 电商就是e-commerce 阿里巴巴这些全部是电商 跨境电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cross border 一路来的e-commerce就是 you buy people sell and you know 现在中国政府出最新的条件 所有人可以在网上买外国产品 anything less than 500 no tax 任何产品在网上买外国的少过500块 是不用上tax的 that's why we so call 跨境电商 we have opportunity many people do this thing but they do not have product supply we do support amright 我单单在上个业中 我去中国我就见了四家公司来跟我讲 我的跨境电商要跟你合作 他投了两三千万搞一个website 出来 you know 我只问他一个问题 I can support you more than 5,000 but that also no problem how you want to pay me 你怎样还我钱 对不对啊 我们没有还你钱你放进来 die 没有人要做你的生意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如果自己本身就有自己的产品进来的话 哇我们的机会很大 你知道对不对啊 我们的机会是不是很大 各位跨境电商加联锁加专营店 加联锁就是我们要给他创业 加专营店就是人人都喜欢做老板 这是我小弟们自己做的生意啦 我从学校啊很多东西开始挂掌 membership and warehouse market membership and warehouse market 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总公司做到最后呢 我们好像 好像 Ikea这样开一个总店 做一个卫号给他 既对work-in的也对membership 那collaborate with university and college 我们跟所有中国 大部分中国的主流学校合作 中国的主流学校是政府人的 政府你要进学校的话 你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那么当然 你的strong international supplier 如果你有的话 跟sources 你的国际的资源 你的solid import export 这个很重要 刚才我们才谈到 在中国什么生意 都要讲有licensing 没有licensing 你是做不到东西的 import有import license 成品有产品的license 食品有食品的license 健康食品有健康食品的license all kinds of license if you are facing this problem or you need any support feel free to drop by my place talk to me no worry we can talk a lot international SOP and medicine 因为我也在中国 我们也准备要开始做 好像远锁咖啡店 所以我们叫standard of policy procedure new concept of detail chain store this is what happened this is my office in Beijing Next to Xiangli 好嘞 各位 我很快的讲完 我要讲东西 会不会太快 会不会太快 ok let me ask one person those who don't understand manlin 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I will try my very best please thank you 这个我们在讲 今天纯粹是分享一些信息 如果讲话不多提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涵 纯粹是分享一些成功的信息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有准备有想法 中国绝对是一个很好市场 但不去中国也不会死的 马来西亚还是天堂来的 也是可以活得很愉快 但是如果心够大 想做多一点的话 欢迎你到中国大陆来 我在北京等你 谢谢 我现在开始下转了 也有详里 在北京等起来 例子 赢之后 感谢观看